大家好,我是老孙 关注我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本期是新手养鱼不死鱼系列视频的第十期 我们来聊一聊新手养鱼过程当中 常见的一些错误养鱼操作 养鱼新手的错误操作还是比较多的 老孙打算分两期来聊这个话题 第一种错误操作 买来新钢大密度放鱼 很多没有养鱼经验的朋友 买来一口漂亮的新钢 为了达到最好的观赏效果 往往在放水之后就买大量的鱼放到鱼缸中 头几天感觉还不错 新钢满满的鱼甚是漂亮 但过不了多久 鱼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趴钢了鱼鳍冲血了 鱼体表长一些不明物体了 等等最为常见 究其原因其实是新钢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消化系统 导致水质快速败坏 进而引发各种问题 解决办法也简单 花点时间学会怎么正确开钢 或者新钢先采用大水吸氧的办法 一两个月之后再逐渐的增加饲养密度 第二种错误操作 发现鱼出问题 并急乱投医 瞎折成泥痛 自己养的鱼出了问题 很多新手不是仔细分析原因 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十分有限的知识 开始各种神操作 老孙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鱼友 第一天给老孙发消息说 老孙我的鱼爬钢了 尾巴上还有一些血丝 怎么办 这时候呢 我往往建议是暂停投喂 先观察几天 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水质 然后第二天 这位朋友又来了 老孙 我昨天在鱼缸里下了点盐 但是今天鱼还是爬钢 我刚才又下了点黄粉 你说能有效果吗 第三天 这位朋友又来了 老孙 我那条鱼还不见好 我刚才去鱼店 老板说可能是水里有病菌 我刚买了个UV杀菌灯 放到鱼缸里了 像这种鱼友 我也是颇感无奈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鱼它不是这么养的 我还是那个观点 养鱼新手阶段 就不要想着给鱼治病 鱼病了就隔离出来 死光了就再买鱼 学会如何合理开缸 如何调节水质 如何合理投喂等等 对你来说才是当务之急 就算是你想给鱼治病 那最起码咱得先确定 你的鱼具体得的是什么病吧 你身体不舒服 然后把家里的小药箱里的 所有的药挨个吃一遍 这种做法不太对吧 第三种错误操作 各种水竹试剂 水竹药品用法错误 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水竹产品 比如盐 黄粉 高蒙酸甲 二氧化氯 亚甲基兰 各种霉素 白脸镜 底百虫 等等 很多产品包装上 都会告诉你 直接往鱼缸中投放 其实这种用法 大部分情况下 是错误用法 用来给鱼治病 一般都是用药育的方法 弄个单独的容器 放入对应的试剂 然后每天把鱼捞出来 泡一会儿 就算是直接往缸里放 用量也得慎重 比如二氧化氯 如果超量投放 可能会导致消化系统崩溃 进而水质败坏 然后各种新问题就来了 好 那本期 咱们就先聊 这三种错误操作 其他几种 咱们下期再聊 我是老孙 关注我 每天分享实用的 养鱼知识与技巧 咱们下期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